什么样的小饼干又酥又脆 今天带你们解锁这款 据说是来自意大利的某个贵族和法王结婚时传入的法国 配方被我搞过来了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们 带你们体验一下500年前王室贵族吃的点心 教堂杏仁饼干 饼干的制作分为两个部分 下面的饼干底和上面的杏仁脆 时间给你们安排在屏幕上 方便查看 首先制作饼干底 软化的黄油切丁 或者是把切丁的黄油软化 听起来有点拗口 不过重点是要软化 软化不充分就比较难办 分次加入糖打发 别忘记还有一小撮盐 再把鸡蛋液分次加入 继续打发到完全融入黄油 过筛之前混合的三粉 轻轻地抓成团就行 不要用力地揉搓和揉面 万一起筋可就不酥了 抱团没有干粉以后 用保鲜膜包好 放到冰箱冷藏2-3个小时 在a few moments later之后 把去其面团取出来 桌面撒上干粉防粘 或者可以在绿油纸上擀平整 面团的黄油含量比较高 天气冷的时候会比较硬 而热的时候黄油容易融化 所以我把这个重要的讯息透露给你 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 最好的应对方式 用三个字总结就是 稍微搞快点 面团的大小可以放进 28x28的方盘就行 这里再教给你们一个小技巧 烤盘四周比较容易起毛边 也容易出现四周厚中间薄的状况 这时候可以接住工具 抵住边上 再贴着烤盘的边去擀 就OK了 最后把去其戳孔 最好戳透 这一步千万别漏了 不然去其鼓起来就叽叽了 这就解锁了今天的第一道典型 黄油去其 接下来制作杏仁翠 先把杏仁片放到烤箱里烤出香味 再用60度的温度保温 做过糯米船的朋友 看到这个配方应该会有点熟悉 没错 其实这就是糯米船的做法 这么一说是不是变得简单多了 把除了杏仁片以外的食材倒进锅里 成年的转化糖浆 看这个糖浆的颜色正不正 这个糖浆是我去年熬制用来做月饼的 听说用存货回油会更快 今年中秋做月饼的时候 咱们再试试看 用小火慢熬 等到温度大概在114度的时候 倒入杏仁片 轻轻地拌一拌 让每一个杏仁片都得到糖浆的滋润 趁着黄油去其不注意 浇在它身上 用刮刀迅速地把杏仁片铺开 细节的部分咱们慢慢调整 铺好以后再丢到烤箱里烘烤 上下火160度 15分钟左右 烤好的饼干要趁热切 凉凉了一切就碎成渣了 先切掉边角 再进行分割 动作轻点注意着别给切碎了 这玩意要酥着呢 好了 这个500年前王室贵族才能吃到的点心 你们学废了吗 黄油去其 焦糖杏仁翠 这两个分开来各自是一种点心 合起来就是焦糖杏仁翠奇 一次解锁三种 就像一键三连 这一波不亏吧 欢迎焦作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